南投服又聊貨 山路又複雜 发生意外的时候 消防队员必须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才可以找到伤患 为了推广内政部消防署推出的报案APP 当地消防分队就有个张星队员 自掏邀包二十几万购买了器材 而且找来登山家 跑山寿Peter 以及赛德克原住民 拍了五支包含了国语 台语 英语 还有赛德克语一共五支 剧情有趣又让人印象深刻的推广影片 穿着赛德克族传统服饰的原住民 在山上追踪猎物 确定位置弓箭射出 但意外发生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意外 他们立刻拿出手机 透过内政部消防署设立的 一一九报案APP求救 定位位置马上就得救 原来这部看起来像电影 其实是一部推广影片 而且不只有特殊的赛德克版本 第一支英文版本的 还请到了曾经和救难队一起 携寻失踪山游的跑山兽 捷克及台湾女婿彼得一起演出 打开APP填写资料位置 和相关代救的人员讯息 已送出消防局 马上就能收到求救讯号 派人支援 学员导影片还有台语国语等购五支 全都是南投消防中心杯分队 消防队员张俊雄 自掏腰包二十万购买器材 前前后后花了两个月才拍摄完成的 一开始是想说大概三部到四部的小故事 然后最后穿在一起来 大概在半个月内可能就要拍摄完毕 那后来就是中间又遇到蛮多的 那个勤务 学员说因为南投幅院辽阔山路又多 消防队员时长为了确定伤患 位置伤透脑筋 希望借由能够定位的报案APP 让同人能够迅速又安全地救到人 好 请问我们连红年辉 周大祥南投报道 感谢观看